嗨,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上来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想放松一下心情 因为最近工作量太大了 现在还在加班 然后有一点腰顺背部了 就上来给大家摇鬼天嘛 之前在我的视频中呢 也有介绍过就是我是做那个里面社区的 然后好多朋友就问我是在哪个厂上班 我不是在什么厂里面上班 我是在一家小公司里面上班 我们公司是做那个商城的 最近我们公司就是上了一些新品嘛 然后有好朋友的祝福跟相亲朋友要做 看我的眼睛和欧总的眼睛都小了一圈了 但是也觉得我们是把这些商态也是无人工作 比较纠结的是这些我们只是上了这个产品 是属于那种女性护理用品的男性护理用品 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图 然后就是这一次我想做出那种隐晦的那种性感 就是那种朦胧美 但是现在我的脑袋中就是这样子 有那种感觉 但是没有那个画面 想到我脑袋枯竭了 都没有把头做出来 我都不想做这几款新品 想扔给其他同事做 但是我不敢 很多做设计的朋友应该也遇到过就是我这种类似的情况 就是那种思维枯竭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们是怎么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然后如何打开自己的思维的 就是如何度过这个平静期的 赶紧告诉我 给我提供一点经验好不好 其实中国设计挺累的 没有想到那么好的 看我年纪不大熬出了不少白头发了 这边这边都有好几根了 当年上学选专业的时候不懂事 感觉批课设计还是不错的功课 对于女孩子来说 就一难绝难的选择了 现在想想 如果再叫我倒回去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选这个专业了 现在已经是8点钟了 还有中秋的吹销活动要做 只不过他的中秋吧 都要做一些活动的 然后我也想通了 想不出来的就算了 今晚你就不想了 说不定晚上回去睡一觉 然后经过通创 明天早上一起来 然后拿去就把它做出来了 嗯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要去搬砖了 拜拜